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防风通圣丸 防风通圣丸是一个表里酸解的一个方子 它主要用于外含内热,表里巨石症 病人主要有物含发热,头痛,咽肝,小便,短翅,大便密结,萝莉初起,风筝,湿疮,湿疮,本方用 防风,麻黄,金戒水,薄荷,这几个药都是解表药 有新凉的,有新温的 它们可以苏风解表,将表鞋从焊而解 又用大黄芒小通辅卸热,可以通大便卸热,将热鞋从大便而出 质子滑石可以立小便,清立湿热,将热鞋从小便而出 这几个药呢,为主药,也就是军药 又用湿膏,黄芹,莲翘,菊梗,这几个药呢,都是清热,卸火,造势解毒的 可以清丧肺胃之热,协助军药,表里同志 然后又有丹龟,窗熊,白勺 这几个药呢,是活血补血的,对吧 白竹,降脾,造势,芳草,调和猪药 这个方子呢,是药味众多,而且它用的方法也比较多 它里边基本上有汗法,清法,还有下法,利法,四法将被 上中下,三交同志 这么多药搭配起来呢,既能发汗,又不伤表 发了汗之后呢,它后头有一些,呃,滋补的一些药,啊 姜痞的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 下不伤理,也就是说它往通腑,泄热,还是利小便 它不会伤理,也一样啊 它有一些滋补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一些补充 啊,这块呢,也就体现了中医的神庙之处 啊,它既重视清,又重视补 它,呃,所以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所以呢,能起到一个解表通理 清热解读这么一个功效 方方通顺文的用法呢,是水王剂 一次六克,一天两次 只用注意呢,是体虚的,变糖的,要慎用 因为它里边都是一些,呃,针对实证的一些药物啊 所以虚证肯定是不能用的 另外一个是,用妇不能用 因为里边有,这个,当归啦,创雄啦,活血的这些药物啊 所以用妇是不能用的 啊,方方通顺文呢,主要用以外港分行 对于理热的这种情况啊 这种镇猴呢,镇形都可以用 好,呃,方方通顺文呢,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请大家关注,点赞,加评论 下期我们再会,拜拜